但是就有一些不法人員 勾結了一些司法人員 然後想要磨奪我們公司的 永遠的集團的財產 經過了我們建廟之後 媽祖來幫忙保佑平安 一家庭破碎顯破產 勞動開千萬遊艇 在媽祖遙境 把媽祖和左右護法 請到遊艇上海巡 這是他虔誠的表現 有一次就問媽祖 是不是要出海 坐我們的遊艇去玩 結果媽祖就很爽快地答應了 雖說媽祖在民間信仰 本來就是掌管海上平安 路上繞盡活動不少 但海巡繞盡倒是少見 102年到現在有6年的時間 每年媽祖都會去海巡繞盟 保佑平安 吳敏鴻和媽祖的緣分是這樣結下的 本來我們公司是做環保事業 也有文化爐煙銅廠 同污泥處理業起家的他現在是國內最大 同廢棄物處理廠 甚至到中國拓展業務 之前是我們公司已經擴大到大陸那邊設廠 那也做到了整個華南地區的私人銅廠 我們算是最大的 但是就有一些護法人員 攻擊了一些司法人員 如今說起來雲淡風輕 但眼神透露著 當時走過的風風雨雨有多辛苦 因為逃漏稅問題 2007年在異鄉被關了4年多 妻子以自己身體不好當作的理由 很少去探視 直到她2012回台灣 到家才發現自己戴了綠帽 帶走我們家裡的小孩 想要磨奪我們公司的 永遠的集團的財產 全部十四顆 十五顆 沒有人扣起來 前妻外遇還盜用她公司賬款 吃喝玩樂購買大量奢侈品 名車 珠寶 名表 高達1.5億 經過了我們建廟之後 媽祖來幫忙保佑平安 隔兩年她在三峽找到一尊媽祖 覺得很有緣分 在廠區內蓋了一座天后宮 她覺得很神奇的是 隨後就獲得成大教授 和一些投資客的幫忙 現在還要擴建廠區增加產能 為了要警惕世人 然後媽祖也給我們啟示 叫我們把這個故事 直接就放在廟裡面 讓我們公司裡面的人都知道 我們是從困苦中走過來的 停過這些風波 吳敏洪連續六年帶著媽祖海巡 而她也更珍惜她所擁有的 員工可以抽籤輪流 和老闆拿著遊艇出海 是媽祖寶必她重新振作 吳敏洪這麼深信者 突發中心 每次出門去哪裡 都是由媽祖決定 報導